今天要為您探討的一個主題 跟感情有關係 跟緣分有關係 其實不適合的人 你會覺得一輩子好長 但是那個舒心示意的人 你會覺得一輩子好短 這人生到底是一難平 所以有些人到底能不能复合 為了兒女可以把過去的 相處的不愉快都拋到一旁 重新再建構一個家庭嗎 到底要不要跟舊情人 前妻跟前夫附和呢 演藝圈最近有些這樣的一個新聞 我們來探討一下 首先第一位為您介紹的是 我們的律師 賴律師 你好 還有我們的年姊 美人好 大家好 還有最近剛剛當上爸爸的Paul 美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先恭喜Paul 謝謝 好 應該最近手很麻 很麻 抱抱手 還有第一次來我們節目的 永遠的甜心 我們的趙詠欣 美人姐好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李昂老師 美人姐好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影片 小禎和李季良手牽手搭在女兒Emma的手上 同時對著鏡頭微笑 另一張合照更可以清楚看見李季良右手搭著小禎的肩膀 難得合體的畫面其實是為了完成女兒Emma的生日願望 親愛的媽媽 謝謝您每天煮飯給我師 謝謝您辛苦賺錢養育我 李季良和小禎11號晚上替女兒Emma慶祝9歲生日 小禎在臉書解釋會有這兩張合照 新聞女兒說今年的願望想要一張全家福 因此才有這久違的畫面 照片一PO出來就被許多網友解讀成小禎和李季良已經破冰和好 破冰 又沒有解冰 又沒有怎麼樣 怎麼了 昨天Emma生日啊 我們一起跟我爸媽跟小禎的媽媽一起吃飯 小禎和李季良結婚9年以來風波不斷 從鬧離婚到現在維持分居的狀態 夫妻倆輪流帶小孩 外傳彼此之間只會討論女兒不太有交集 如今因為小孩的一句話 大人暫時把尷尬情緒放在一旁 難得曝光和李季良合體牽手的畫面 讓網友看了直呼感動 人就這樣子 有時候會被那個畫面的美好 很炫目 然後就覺得這畫面應該要這樣保留 可是有時候你知道為了經營一個這樣的畫面 彼此要很多的進退 或者是容忍 或者是學習 對不對 還有很多的克服 甚至要很多的原諒 到不能原諒的時候還會動用到寬恕 OK 所以這不是容易的事情 對啊 其實當這照片出來的時候 我們看了當時幾乎是下巴掉下來 眼珠掉下來 你覺得不可能的事情 兩個人都鬧成那個樣子 分居這麼多年 而且甚至於大家都認為 我連坐計程車司機都說 他們早就離婚 不是嗎 大家都認定他們早就離婚了 可是沒有 沒有離婚 甚至於今年為了小A媽的生日願望 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這是全家同框 多難的事情 之前小禎就說 如果再讓我選擇 我這輩子 下輩子不會選擇李靖良 甚至李靖良就說 我現在也有交友的權利 讓我們知道說那天看到除了同框之外 還有一張照片其實是全家福 包括秀秀就是說小禎的媽媽 安安就是她弟弟從美國回來 甚至於李靖良的爸爸媽媽 就是小禎的公公婆婆也來了 這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瓜哥因為是在國外 所以沒有來 大家覺得說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他們是大複合嗎 還是說破冰嗎 還是說有什麼樣的大轉機 因為這個一定有一個很大的翻轉 因為李靖良其實從結婚前 就一直花心被拍到 甚至於結婚的前一天還被抓到 結婚當天我有在現場 其實那天我們都很擔心說 李靖良會不會不來參加 因為前一天還被抓到 結婚前一天還狗仔 那個一宗安排出來還拍到 所以大家覺得說 第二天要結婚怎麼結 甚至於你知道嗎 我們之前還問他們經紀人 他們說他們有在上一種 婚姻諮課 就是為了要進入這個婚姻 因為他們覺得 他們中間有太多的困難 然後中間又出現這麼多的事情 李靖良被傳說 這個八年批十三個女星 這麼這麼的多 然後每一次都被拍到 每一次都是那種 就是畫面都非常的火辣辣的畫面 好 但是今天為什麼可以這樣 再說為了所謂財產也好 什麼東西可以割 什麼割捨不下等等的這些 五年了對不對 分居五年了 正當大家都認為說 一定分的 一定離的 因為李靖良做這麼多事情 雖然她比小禎大九歲 可是小禎不需要這樣的容忍 小禎也是人家也是 手掌心這樣捧出來 可是我覺得說 今天會有這麼大一個翻轉 尤其小禎自己貼 先貼照片 因為小禎其實小時候她是 她說她小時候 大概六歲以前 她說她看過瓜哥的次數 是手指可以數得出來的 所以這其實是她很大的遺憾 就是說她小時候 爸爸太忙看不到 所以她覺得說這樣的事情 如果又再發生在小A媽身上 其實她會很難過 現在家庭顯然已經快要破碎了 可是她還是有舊的 再加上就是為什麼 我們剛剛講說 那個畫面裡面公婆會在 其實她很小的時候 A媽很小的時候 我是常常看到她公公婆婆 推著小A媽你知道嗎 在她們家那個散步 而且常常在101裡面從這樣逛 一直逛到不知道第幾樓去 我說幹嘛在這邊逛 她說因為不能讓小A媽晒到太陽 可是又要帶她出來外面透透氣 那個101是離她們家最近 所以公婆兩個人 是從台中坐高鐵來台北 把她們帶孫女 然後這種逛101這樣子 那也是很感濕對不對 因為這樣運動量也夠 101逛起來 又有冷氣 又有空調 所以就是說其實 家人的力量其實一直都存在 而且這力量很大 包括我剛剛講說公公婆婆 帶著小A媽 其實到現在來講 還是一直在帶著A媽的 所以其實小禎 真的 你說人家人心都是肉長的 就是說小孩子 因為A媽 畢竟對不對 不能讓她重新重蹤 我覺得也許有一種可能 就是說 因為她們畢竟沒有離 所以 就還有一個 而且又有共同的一個小孩在裡面 有沒有可能經過歲月的洗鍊之後 當初不能原諒的事情 經過歲月的沈澱就發現說 好像也沒有那麼不能原諒 這就是她們可能可以複合的契機 而且你知道嗎 有個蛋書 他們當初就是簽分居協議的時候 還寫了一條蛋書 他們兩個人 我們兩個 在A媽18歲之前 各自不能婚娶 所以這個已經是留了一個很大的餘地 也就是說再怎麼樣 都不能讓這個A媽 在18歲之前看到你們去怎麼樣 所以你看這一條 你盡量把妹多好用 不是我不要 是我寫好了 怪我 所以我覺得這一條 也為她們留了很大的空間 所以說這個照片 也許也代表什麼 也許也不代表什麼 後面就看她們是不是彼此 因為李靜良畢竟比她大就歲 而且我覺得阿良 雖然就是說 因為她女人員太好了 可是阿良這種丈夫其實很難找 你知道嗎 她那兩雙手就是像金碧人 就像印鈔機的手 那個醫美對不對 而且她是整外 再加上其實阿良從小到大 她是資優班 她是保送進醫學院的 就是一個很聰明的男孩子 對 所以我覺得小禎其實 你再怎麼樣打了燈籠再找 也許不見得還找到更好的 如果阿良能夠改一些習慣 我覺得為了A媽早想 我覺得未來還是有一些 很大的可能性存在 OK 好 問一下Paul 你現在有女兒了對不對 對 其實小孩是很大的元素 其實小孩我覺得到最後 所有的小三都比不過女兒 因為女兒是最強的小三 而且我跟小禎也滿熟的 跟李靜良也滿熟 其實她PO這張照片的時候 大家中間看到這個是秀秀 其實她PO這張照片的時候 我們並不意外 而且因為我們常常在聊天的時候 小禎都會不敬意的提到說 還是要跟李靜良多聯絡 要不然把她的爸爸拐一些錢回來 拐給那個A媽對不對 我覺得她是開玩笑說拐錢那部分 因為畢竟小禎自己也是 算不錯的家裡有一個 所以不差那一塊 我覺得她隱藏的意思應該是說 她希望A媽有一個 有一個像爸爸一樣的人物 站在她後面 有一個像Father figure這樣的人物 站在她後面 陪著A媽一起成長 因為我們從以前 認識小禎以來 大家都會覺得 尤其是在螢光幕的形象 感覺就是像一個大姐大一樣 尤其喝醉酒以後 什麼都來 好 都我處理 你有什麼事情 不管是公益也好 或你私人的事也好 就算她酒醉的時候 你跟她講一下 然後基本上 像有一次我跟她講說 我肩膀痠痛 我以為她喝醉也沒聽到 就隔天錄影的時候 她居然就在這邊擦一下 所以她是那種 其實是看起來像大辣辣的 像那種所謂的 兄弟款的這種 大姐的這種個性 其實她試一下是很細膩 尤其是喝完酒以後 你可以聽得到她感性的一面 其實發覺說 在她大辣辣的外表下 其實她還是需要 一個男人的呵護 然後但是呵護的期望下 但問題是 對方另一半能不能給她 就像我們講的阿良 能不能給她 其實阿良我們也滿熟 就跟剛剛黏姐講的 雙手是印鈔機 因為整型外科能夠開刀 這個是不得了的一個事情 其他可能會打打針 你作為一個朋友的 旁邊的這樣子的一個觀察 你覺得他們可以 他們合嗎 其實我覺得以前可能不合 因為沒有Mr.Right 只有Mr.RightNow而已 我覺得 因為RightNow現在看起來 還是滿合的 因為可能那個時候 你現在年輕的時候 而且剛開醫院 剛有這個Fresh New Money 新錢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說這個誘惑很多 但是等到他這個 視野已經平穩以後 覺得說這些東西 本來就是會伴隨著 他的心情跟名氣會一直來的 看久了以後 他這一塊在另外這個 女人園這一塊 他就會慢慢的看淡 反而是這個家庭的這一塊 因為愛情跟親情 親情這塊的話 他反而會覺得說 越來越重 甚至像那個 之前那個小禎帶Emma 去出國旅行 他那時候帶了26 一團26個人去美國 搞了兩個月 而且全部都是 小禎一手親自打造 我說你幹嘛搞成這麼累 全部都要自己來處理 他說沒有 其實那個時候 他是因為說Emma說想要出國 但是問題是 其他很多小朋友 都有雙親一起出去 然後他怕如果他一個人 陪著Emma出去的話 他會無聊 他會問他 所以他乾脆就一團 招了26個人 熱熱鬧鬧鬧一起出去 就讓這個Emma不會無聊 所以我們知道說 真的以小禎來講 Emma就是他的痛點跟弱點 然後相對來講 李敬良也是 所以我覺得 從這個共同點來出發的話 尤其加上李敬良 現在越來越成熟 然後小禎現在也是越來越 視野也越來越起步越來越穩定 我覺得以這個Emma作為公約數 他們兩個合起來 我是覺得是非常非常好 問一下賴律師 分居的這個夫妻 有沒有監護權的問題 分居期間內 我們現在在法律上 只要超過六個月 就要約定 或者是透過法院 來註定孩子的監護權跟談視權 分居有 還有包括撫養費 只要分居超過半年以上 就會有這樣的一個 我先補充一下就是說 針對於為什麼剛才美人 有在提到說 簽了之後你可以 這到18歲前都各自不能有婚娶 我講一下 當然有很多的當事者 他們會想要做一件事 他們認為透過分居 讓大家各自在觀望 這是一個 第二個他們會簽下一個 叫做縱容條款 什麼叫縱容條款 也就是說在這段期間的交友是自由的 這代表了什麼 這叫縱容條款 叫縱容條款 這是有一個婦女團體 他推出來的 就是說讓雙方的離婚之前 有一個各自再去找對象的一個可能性 所以因為有縱容條款 這段時間 你就沒有抓姦在床這個事情 對 等於說你抓姦在床 會欠缺告訴權的合法性 所以有人會用上這樣的一個條款 這是一個 在這個分居期間內的撫養 這個是法律有保障的 對 是有保障的 這條不錯 所以有時候譬如說 你可能發現了他先生或太太出軌 出軌包括是指通姦 你如果說我會原諒你 你會 好啦 這件事情我原諒你 你要知道這兩個字是有意義的 你在這段時間 好像他表現得不怎麼樣 你想要再回頭高都不行了 講原諒跟你的縱容條款 都會有具有法律上的效果 這是一 還有在分居期間內 我們就是要講的 就是把監護權 就是孩子的主折照顧 因為你們還是共同監護 共同監護 當中你可能還是要幫小孩 辦一些學業上的事情或什麼 你可以約定說 有跟爸爸住或者跟媽媽住 誰主要來照顧這樣的一個 小孩的責任 第三個就是我剛才服養費 要怎麼樣付 這個都要約定好 既然是分居 就不是你可以隨便 踏進我家來的 所以會有人約定說 你不可以隨便 譬如說這個家 我就讓先生跟孩子 或者媽媽跟孩子住 那麼你不能隨時進來 你這個鑰匙要怎麼處理 也要做約定 你進來就會叫輕入住宅了 你可以說不行進來 或者說當然我可以約定 你不可以隨便帶第三者 小三或小王進來 你是可以約定這樣 這是一般我們在做分居條款 會注意到的事情 OK 好 問一下李洋老師 就是說以前好像比較喜歡人家 什麼破鏡重圓 這個重新復合 現在有這樣子嗎 我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過去比較沒有的 就是說朋友 或者是有不少這樣的一個情況 就是說離了婚之後 然後各自再有一個 各自的婚姻 可是後來來坦白說 他的這第二個婚姻 其實湊合湊合而已 因為後來離了婚之後 想要就是有一些比如說 OK 安定的生活方式 性 金錢等等 這些家庭的感覺 然後再去結婚 可是他們講一句話 非常的值得那人行為 他說最揪心的 午夜夢回想起來的時候 還是第一個婚姻 因為那個是從牽著小手 然後慢慢的一步一步經營 那他告訴我什麼離呢 等一下 一步一步經營 一直走到這裡來的 所以其實 你說他們會回頭嗎 不會 可是基本上都會覺得說 其實在這樣的婚姻 跟第一次比起來 沒有那麼驚心動魄 也沒有那麼殘眠匪策 也沒有那麼樣子的揪心 所以因此可能可以給 我倒不是說主張人家不要離婚 而是剛剛小禎跟李金勇的案子 搞不好可以看看 因為真的李金勇過了一陣子之後 搞不好還是覺得跟小禎這樣子 又有小孩 搞了這麼久 這個才是真的讓他覺得怎麼樣 揪心的 然後會覺得以後再婚的那一個人 其實並沒有走過那樣子的 一個過程 他們如果要在一起 他們也不用什麼手續 不用 沒有理 對不對 他們就是一個分區協議 分區協議撕掉就好了 對 等於說再複合 兩門跟半婚女 不用再辦任何儀式 等回去住就好了 跟手續 就跨一步就到了 對 跨一步就過了 門打開就有了 開門就有了 對 開門就有了 相對容易多了對不對 問一下這個趙詠欣 你當初是 因為離婚後為了子女複合的新聞 其實傳聞不斷 可是剛好你遇到的先生是離婚的 他又有女兒 是 那你會不會擔心他最後跟前妻複合 在你跟他談戀愛的時候 好 你現在懂我意思嗎 有可能 他來的時候就有 對啊 因為現在複合潮流這麼旺盛 當初你有考慮到嗎 當然會擔心 當然會擔心 不擔心是假的 可是呢 在我認識他的那時候 我看到他假日 他都會帶他的小朋友 到現場來 就帶著女兒一起 那時候我才發現說 原來他是單親 那才進而去多了解他 因為他也跟我坦白過 是什麼樣的原因 讓他們可能是 某種原因分開 我有聽過一個說法 你知道嗎 他學生的男的好帥 因為他假日都在帶小孩 因為是單親爸爸 他就覺得好帥 然後跟他講電話傳簡訊 他會講說 對不起 我要去幫女兒煮飯 他會覺得好棒 好加分 真的 這有重 真的 女人會再度這樣愛上 對 女人會再度愛上這樣的男人 我會覺得這樣的男人 真的很有尊 可是如果女生跟男生講 對不起 我要去幫小孩煮飯 那男生覺得你好無聊 就消誤你 他嫌棄你 對 是真的這樣子 而且我還看過他 還煲湯 我說他帶來給我吃 我說你怎麼有時間 他說因為他昨天晚上就 準備好給女兒吃的 所以他另外帶了一份來給我 我會覺得說 單親原來這麼辛苦 我才會體會到 你就好心疼他對不對 對 對啊 開始有一點點同情 然後那個同情又慢慢 轉成愛情 對啊 才慢慢有機會去接近他 可是你後來有跟他這個表白說 他什麼時候開始喜歡你的嗎 後來因為交往以後 他有跟我講 我16歲出道拍第一個電影的時候 他那時候是燈光助理 他就曾經跟他的助理 就是他的partner講說 這個女生我如果娶回家 多好這樣子 他就講過這樣的話 這是我們後面 真的在一起的時候 他有跟我提過這樣的事情 因為以前我們拍電影 他可能就在貓道上 在上面可能遠遠的望著你 可是我不認識他 在那時候我根本不認識他 原來那些年 你的不管電視電影這麼美 燈光打的 不是 我那時候真的不認識他 這個當中 他也去談了戀愛 生了小孩 然後又後面離婚 我也有我自己的 一段情感的路 然後再碰到一起的時候 也不曉得 就緣分吧 他已經離婚 從你們16歲他暗戀你 到你們再碰在一起的時候 是幾歲 大概 我看現在 快40歲 快40歲了 哇 所以快要30年了 對 對 為什麼後來傳出一度分手 那個分手是 剛好那天我殺青 我拍一個戲殺青 晚上就喝點酒 殺青酒 就開心 然後在頂樓 因為我很喜歡種一些花花草草 你知道 這是真的是不好的示範 喝醉酒不能亂跑 在頂樓就把花盆不小心撞下去了 那時候已經是凌晨 我住的那個地方跟對面很近 他可能看到了 那就覺得我好像是 要跳樓了 對 要跳樓 怎麼會這樣的情形 那時候是我一個人住 通常年姐知道我都會養大狗 那時候我的狗不在家 所以我闖了禍以後 我就躲到房間裡去了 很多人來叮咚 我去那邊看 我根本不認識那個人 我敢開門嗎 早上五六點的時候 我根本不敢開門 然後後來 我弟弟打電話給我說 姐姐你趕快看新聞 有人要從那個 你那個陽台爬進來了 要來救你 對 所以你說 那是爆消防隊 對 因為他要自殺 因為他要自殺了 對 所以他從頂樓那個爬進來 你更嚇死了 那為什麼叫人要分手呢 不是分手 那時候其實就是各自拍各自的戲 然後剛好這個事情就爆出來了 他也不知道怎麼去應付 所以我們當時就選擇就是說 他覺得他這樣講 對我的傷害是最小 因為他覺得 我們的事情還沒有曝光 覺得說是保護我這樣子 那我就這樣子 那時候 可是也因為這個事件 我們也好好的溝通了一下 就是說 當我有為難的時候 你怎麼沒有跳出來呢 其實也有這樣的情緒在裡面 所以我們那時候大概 分開大概有半年左右 可是還是通電話還是什麼 只是很少見面 然後我就搬離開那個地方 反而搬離開以後 他只要有空檔他都會來 對 就自己來看我什麼 我們就又開始 又重新再交往 那多久之後決定結婚 決定結婚是 是在他有一次去台東拍戲 大概7個月的時候 長時間的拍戲7個月 那時候他們只要有休假 他半夜他都會開車回來 台東 對 然後他可以把沿路的 測速照相的指標 在哪裡有在哪裡 就貼在他的車子的儀表板上 他只要過那個關卡 就加水 你猜他開多少小時到台北 三個半小時 那時候有雪碎了嗎 有 有雪碎了 也只開三個半小時 可是也很恐怖 其實我很擔心的 劇組的人都知道 他只要收工都會回家 所以很多的演員 都坐過他的車 都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各位 如果你還在幫男朋友找藉口 路途遙遠他忙 沒有空來看我 他那個時候 在他那時候 要跳樓那個時候 他沒有第一時間 沒有站出來挺你 我覺得他有補償的心理 因為那天我們有去現場 找那個宋先生 就船跳樓那一天 他在工作 他在現場是戴個口罩 然後什麼話都不講 什麼都不理 依附就是 真的有困難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是公眾人物 他怕影響到他 其實那真的會有困難 他不知道怎麼去 忘了站出來挺他也不是 對 他不曉得怎麼去 他三個半小時回來 告訴你什麼話 讓你這麼的 他就有聽跟我講 他說思念很痛苦 我們是不是要結婚 他覺得這樣子 他等於心 他不定心 所以結了婚之後 就不從台東回來看你 不過你過節才回來了 沒有 其實我們不管在 只要誰有空 不管他在內地也好 或我在內地 只要空檔 我們都還是會 對 會一起工作這樣子 不過有一個日本女作家講 好好的男人結婚都變老頭 休息一下我們待會兒回來 沒有 人世間真的有很多緣分 就是對的時間不來 對 然後都在不對的時間出現 不對來的就叫小三 然後對的時間 不對的人跟不對的時間 就叫三小 我遇過一個 就是有一個私校的副校長 然後其實官做得也滿大的 那個時候平步青雲 本來還是這個學校的一個老師而已 但後來是因為 因為那個校長的女兒 也在這個學校裡面當老師 所以大家結婚以後 就當然平步青雲 因為自己 畢竟是這個女婿 就一路提拔提拔 提拔上來到所謂的副校長 其實在私校裡面 當副校長也是滿大的 然後後來也生了一對女兒 然後念書也念得都還不錯 都念到博碩師這樣 都出國留學還不錯 結果有一天我們遇到的時候 非常奇怪的是說 他說他跟他老婆離婚了 我說怎麼可能 因為平常他看起來那個教授 就是雖然不是長得很帥 但是就是絲絲文文的 然後出去也會牽老婆的手 就一副恩恩愛的樣子 我說離婚是有人出軌 還是發生什麼事情嗎 為什麼會離婚 感覺像是只限鴛鴦 不限仙的一對情侶 他說沒有 因為兒子女兒都大了 我要去追尋我的幸福 我說什麼 你要去追尋你的幸福 從一個60歲的這種 白髮髒髒的一個 老先生裡面說要追尋幸福 感覺像是20歲小女生 會講出來的話 居然從一個副校長的 嘴巴裡面講出來 說你要追尋你什麼幸福 他說其實那個時候 他們還在結婚的時候 他去參加了他的同學會 看到他當年在師大 那個時候一起的 青梅竹馬的女朋友 初戀情人 初戀情人 然後在同學會裡面見面 所以他說同學會很可怕 就是這樣 對 同學會見面以後 而且還這樣刻意 從最遠的桌子 就移到他旁邊來 然後一路吃飯聊天 發現他當初的這位 青梅竹馬的女朋友 居然也離婚了 他就開始這個 本來已經平靜如水 平靜如水的心 開始起了波蘭 起了涟漪 你知道嗎 他說他左思目想想了半年 決定要告訴他的老婆 而且那個時候是 還沒有追求他的這個 前女友 他的初戀情人 他說他坐下來 跟他老婆講說 老婆 不好意思 我們的兒子 女兒有時候大了 也不需要我們操心了 我們現在也都各過各的生活 那可不可以請你 放我過我的人生 讓我去追逐我人生未完成的夢 他老婆本來以為 他的人生夢是什麼 環遊世界還什麼 他居然跟他講說 我要跟我以前的 師大那時候的青梅竹馬在一起 我要恢復單身 我希望去追求我當年的初戀 對 沒錯 然後他老婆一開始聽了是傻眼 但後來他的這個反應 讓全部人都錯了的原因是 他後來居然也答應了 老婆 老婆也答應了 因為他覺得說反正這個年紀 他也遇到同學會嗎 他趕快也準備要去開同學會 因為他覺得這個時候 已經到這個年紀 可能就是已經 剩下親情而已了 然後覺得說 人生可能就是種花種草 顧顧小朋友 跟他那個已經可能 那一段已經沒有任何的激情 那還不如我就跟你結束 讓你放你去追尋你的自由 追尋你的感情 結果後來 這個老先生好的原因是因為 他是先告訴他老婆 然後這個婚確定離完以後 才去告訴他這個青梅竹馬的 這一位女生 初戀情人 說我現在可以追你 我現在已經是單身了 你願意跟我在一起嗎 然後當然隔了不久 大概幾個月後 就說真的就在一起 而且結婚了 而且結婚了 現在兩個還是非常幸福的 在一起 但是奇怪的是 每逢過年過節的時候 我就會看到他的這個 兒子女兒就會PO 像類似這種的照片 然後全家福 因為這位老先生跟老太太 因為了這個所謂的 兒子跟女兒的情面 在過年過節的時候 還會像一家人一樣 和樂融融的吃飯 而且據他兒子說 他們在吃飯的時候 完全沒有任何的一點不開心 任何的一點所謂的酸味 跟那種所謂的不平 反而是大家是和樂融融的 吃完這頓菜 所以你說緣分真的是很奇怪 不是 是這個原配 懂得放手的智慧 是 對不對 我真的敢說 好 就讓你去吧 很少 現場民調一下 如果你們是那位原配 這個跟你生活的一輩子 60歲的男人 他想要去追求一個 人生下半場的 下半場的 這樣子的一個幸福的可能 而且這男生我覺得是 他不是要去跟你玩什麼婚外情 我是要讓我自己乾乾淨淨的 我才要來追你的 所以這麼坦白這樣講 在場的各位原配 會放手的請舉手 如果你們是原配 願意放手的請舉手 放…一定放手 放 連FD都舉了 兩手 腳也可以舉起來 你也願意放 理由是 願意放 來 律師呢 你還不放 我還在研究 研究一下法律 要算清楚 那當然是 太理智了 他都已經提出這個要求了 房子那個都給他們 對… 哇 你願意放嗎 哇 在場 我覺得這個代價太大 我有一個認識的女生 她的丈夫也是差不多60歲 突然說她愛上一個年輕的女孩子 然後來要求離婚 然後那個女生在很短的時間 受到不成人形 還有走過那種非常悲慘的狀況之下 才走出來 這個絕對沒有這麼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才說這個原配是怎麼 怎麼做到的 怎麼做到的 可是因為她的成全 所以她後面還可以跟 當家人這樣子 可是她後面也沒有成為好朋友 而且這個原配 沒有 我來講說 這個副校長的原配 這個智慧到這種高度 是令我佩服的 因為我們一般人根本做不到 而且因為她做到這個高度 所以前夫還可以變成家人對不對 而且對你永遠有一個 愧疚感吧 不好意思 你給我成全 其實搞不好時間 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就是說有個過程 像最近這個例子 就是黃品源跟前妻蜜兒這個事情 這個照片被拍到 先是8月的時候被拍到說 狗仔拍到他們兩個人 因為他們兩個人已經離婚了 你知道嗎 前年因為黃品源劈腿 帶什麼所謂的侄女去上摩帖 看DVD了 但後來鬧得很厲害之後 離婚了 離婚大家也覺得很震驚 就是說因為她太太是一個 很傳統的一個婦女 既然離婚了 可是今年8月被拍到在大街的巷子裡面 兩個人喇雞 覺得怎麼可能 是不是看錯了或拍錯了 還是有什麼事情嗎 可是真的是蜜兒 真的是黃品源 9月的時候 黃品源有一個音樂會 其實是她兒子跟她一起的 這個時候不打緊 蜜兒後來也上台了 還穿了白紗上來 大家覺得說他們是玩真的 這個大複合是有譜的 不是說做做新聞或說鬧一鬧 是真的 因為不然不可能 因為那時候是真的鬧得很不愉快 離婚了 甚至於黃品源有講說 其實我真的非常非常對不起她 而且蜜兒有講說 她欠我一個道歉 她覺得是 因為這就是昭康之妻 他們是在那種 蜜兒那時候其實自己是一個女子團體 但是她就是不顧那個敬愛令 她是直接倒追黃品源 結婚之後就是在家裡帶小孩等等之類的 好 你既然在這樣子 因為那也被她去跟那個什麼 什麼子女去摩鐵 被排倒被周刊做很大的文章 形象當然受損 可是受傷最大當然是這個原配 好 那你竟然就是這樣 無預警的 大家覺得這個沒有過程 怎麼突然兩個人就這樣複合 所以大家覺得很奇怪 所以就是說 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我想說 這個有一個過程 所謂的時間 好 那黃品源也很大氣 那一天在蜜兒穿了一件 白的衣服出來之後 她說 就這一件對不對 就這一件 我要公開跟她說聲抱歉 因為她說她欠她一個道歉 她今天說 她並沒有說我們復合 我們要重新在一起結婚 沒有講這種肉麻的話 而是說我公開跟她道歉 我覺得留一個很大的空間 彼此未來要怎麼走下去 我覺得看他們自己 看來是有一個很大的希望 其實黃品源那個事件是很受傷 她憂鬱著一陣子 我記得那個 她的事件比我的事件早 所以有一次我們在飛機上 去上海的飛機上碰到 然後我說 然後她看到我 她說 妳也很健康 我說什麼 還是我幫妳安慰 是妳幫我安慰 她那時候很多的什麼演出 什麼都受到影響 都受到影響很大 然後她說 不簡單 我也憂鬱鬼 因為她以前就是愛妻愛子 妳要比較健康 比較保重 我們兩個對她一眼 不知道是我安慰妳 還是妳安慰我 我們各自 妳比較有可憐跟她一樣 問一下賴律師 那個 什麼女的追回男的 不是妳問妳的嗎 妳的我可以答很多 我的事情就往事不必再提 好不好 人生已多風雨 OK 其實每人剛才問我說 是男生追回來比較多 還是女生會去把她追回來比較多 我其實以Paul剛才講的那個故事 就是原配的放手 我看到有一個 也是一個 用放手來找回來 當然我覺得像剛才那個原配 我為什麼說要研究一下 因為我不知道她原來 婚姻狀況是如何 以及她當下的狀況是如何 但是我知道這個故事的 當下是這樣 她就是說 這個太太其實 就是跟這個男人結婚的時候 她放向她所有的事業 扶持這個男人 扶持這個男人所有的事業 她也扶持得非常好 包括財務狀況 包括整個公司的一個經營商 都幫這個男人處理得很好 讓這個男人其實出去就是風光的 她只要就 她是什麼懂什麼懂就好了 可是你知道什麼懂之後 最怕就是哥們這件事 你錢都交給你老婆來管的話 你就要注意到了 其實大家說都是成就了你的老婆 她錢到哪裡去 你要不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男人耳根子聽了就親了 所以她就說 那個帳我要看一下 就回來跟原配就計較了 這一計較下來 就開始鬧得沸沸揚揚 因為她就把她老婆趕出這個公司 因為吵架了 趕出了這家公司之後 開始就打官司了 這個假扣押納 離婚訴訟 什麼剩餘財產 全部都開戰了 因為就是撕破臉 撕破臉其實這個原配 就是這個原配她其實很難過 她覺得你怎麼會這樣對待我 我為了你 吃掉我所有事情就是扶持你 今天你公司有這樣的規模 也是我一手幫你拉拔的 這樣幫你做的 你男人說翻臉就翻臉 就為了一個哥們的說法 最後 但是這件事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你知道這個女人離開之後 你知道 終於看到她存在價值在哪 她發現公司不好了 公司不行了 開始有周轉問題了 以前誰在幫她處理財務 太太 她現在沒有人了 然後就去找那些哥們幫忙 澳洲OK就這樣 你知道嗎 就是話裡面的哥們而已 其實幫不上她任何忙 沒有問題 你什麼時候要 明天 我下個月才回台灣 我剛好人在美國壓 對不對 後來誰伸出援手 是正在訴訟當中的原配 又伸出援手 她就說我去幫你跟廠商談 把她這整個公司都穩定下來 所以本來一個官司打的 這個撕破臉狀況下 她突然發現還是妻子好 那時候她就覺得 復合 復合 她的復合可是這個原配厲害 她說我要離婚 我要繼續離婚 她說兩個不是感情很好的嗎 她說不 我要離婚 因為離婚之後我的幫忙 你才會當我是貴人 在婚姻當中你當我應該 應該 這個分手之後 我會繼續跟你在一起 兩個感情真的變好 變得非常好 但是她的非常好 先生終於看到了 這個妻子對她的重要在哪裡 而且看到她對她的協助有在哪裡 所以她覺得在這裡頭的關係 是這個女人才看見她自己的價值 應該這樣講 天底下每個故事都不一樣 不代表別人要原諒 你也要原諒 你不要給自己壓力好不好 只是告訴你 不要只有一種想法 把一條路走到黑走到死 OK 有沒有可能給自己一個機會 換一個路走 也許是一條活路 對不對 好 我們廣告做回來 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 問一下 就是說 詠勳 當初妳這樣子結婚的時候 她還會跟前妻往來嗎 一定會的 妳怎麼調適 因為有兩個小孩在 調適 看一下照片好不好 好帥 好帥 很Man 我覺得比較像黑道的老大 不會 不會 性格 對 怎麼調適 因為 這件事情是在我之前就發生了 不是因為我 對 所以妳既然要跟她交往 妳就必須要接受 當時結婚為什麼那麼低調 那麼低調 我覺得 也是因為她的個性跟我的個性的關係 其實 就互相尊重 所以年紀也都不知道她們結婚 不知道 我都以為她們分手很久 而且還想說還幫她介紹男朋友 對啊 哪知道她又跟宋偉怎麼可能 因為她們分合太多次 總覺得說 所以妳已經結婚幾年了 十年了吧 都沒有人知道 完全沒有人知道 所以妳心態都調整得很好 當然是一段一段一段 一直到現在 可能一開始妳就懂這些事情 因為我是根本沒有去想過這些問題 可是當碰到很多事情的時候 我就自己問自己 這是我自己選擇的 而且我也知道有這樣的狀況 那我就必須要去承受 我必須學習 所以很多的事情 都是這樣一路一路學習過 沒有 我幹嘛一直去跟 在我跟她開始之前發生的事情 就過不去對不對 對 不需要 對 所以有時候要把這個 前妻前夫追回來 或者前男友追回來 要布局對不對 梨漢老師 是不是這樣 我有一個朋友是個大名人 然後醫生風流運勢不斷 然後她碰到一個女生 這個女生我覺得真了不起 怎麼讓她答應要來娶她的是 她跟她擺明了說 妳不娶我的話 我就跟別人走了 這個男生就真的娶了她 妳懂我意思 真的娶 因為否則她就要失去她 所以娶了她之後 她當然是風流 一攤又一攤這樣子 這個女生受不了了 就真的提出離婚的要求 這個男生那個時候正在愛頭上 愛上別人 她也就很樂意的就怎麼樣 就簽字離婚 可是離了婚之後 她過一陣子又覺得 好像沒有這一個老婆不行 對不對 就要求她再回來 這個女生有多麼厲害 她說這一次可以 回來的條件是 我們簽一個離婚協議書 如果再一次離婚的話 妳要給我當時的一兩億 那個時候是一兩億是很多錢的 現在還是很多 那個她說 如果妳再要跟我一次離婚 因為這實在太丟臉了 我受不了 所以如果妳要再離婚的話 妳要再給我一兩億 那個男生為了她回來 再一次屈服 這種情常老手 為什麼會敗在同一個女人身上 也實在有理說不清 她就真的簽了那個協議書 果真她又要離婚 然後可是這一次離婚 是這個女生提出來的 因為她又看她這樣子 跟那些女明星 種種 這樣惡搞 她就說她真的受不了了 受不了的話她怎麼辦 她就說我們離婚 然後這個婚前協議是存在的 她真的拿走了她當時的 很多年前的一兩億 然後當然這個 因為都互相 開始就講得一清二楚的 真的離婚之後還變好朋友 我補充一個法律上 婚前協議如果簽這個條款 它如果違約的話 透過司法會有問題 因為我們目前的婚前協議 不能預立離婚的條件 跟財產的分配 不能預立離婚後財產怎麼分配 但是她是自己願意旅行的 如果她違約的話 要透過司法就會有問題 人世間是這樣 很多就是說話算話就是算話 有些是透過法院 一定要判她要旅行的 她也不旅行 一定會旅行 對不對 你今天要給多少 你今天會給 真的是 我們還有一個例子 其實是最像八點檔 又最像偶像劇的 最複雜的 最曲折的就是 許智安跟鄭秀文 這一對的分和過程 對啊 他們多久 分和到最後你就覺得說 到底是在一起還是沒有在一起 你都搞不清楚這樣子 所以就想說 因為Sammi 鄭秀文是天后 那時候許智安跟她在一起 有點就是說 男背女比較高這樣子 所以就一直覺得說 她是巴著她 可是又發現說 許智安狠花劈腿 不斷的劈腿 她甚至後來跟她的一個助理 助理是姓潘的 在一起就是前前後後 就已經長達快20年 在跟助理潘姓助理的時候 她同時又劈了一個 姓余的一個女生 又更嫩的嫩妹 這兩個同時都在進行當中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常常都會 跑去問Sammi就說 你那個前男友又怎麼樣 所以她會很煩 也就是說雖然分手了 可是她許智安有任何的風吹草動 人家就要來問她 問她的感受 但是很妙的就是說 常常就是說 Sammi開演唱會或什麼時候 有時候許智安又會來 有時候上台獻花 所以大家就說又復合了 所以這中間是好像斷不掉 真的是斷不掉 然後就是都要轉到最後 其實你知道嗎 反而是那個姓潘的助理 就是跟了許智安二十多年的助理 出來講一句公道話 她說我是革命感情 那個姓潘的 姓余的女生是新鮮 一直新鮮 其實許智安有一個真愛 真愛是Sammi 鄭秀文 所以後來許智安就是在外面 玩得夠了 她三世紀後來在大陸 還跟一個韓洪很有名的一個 就幫她把她推進去大陸那個 也變成她經紀人 也在街上垃圾也被拍到 所以就是說她玩 怎麼玩 玩夠了之後 最後還是回到真的一個舊愛 最愛的身邊 她現在跟鄭秀文 其實算是很穩定了 感覺上可以有一陣子 他們兩個應該是要乏小了吧 對不對 Sammi跟許智安 從小認識 對 就是很 認識很早 認識很久 然後在一起 可是有時候又吵一吵 又要分了 因為Sammi會把她趕走 趕走之後 那許智安又認錯 認錯 然後又回來 可是她又不安定 又花心 那女生一怎麼樣 她就又去了這樣子 所以就是不定性 可是這樣 因為現在年紀也大了 整個是應該要收心了 所以其實有時候 我們講說 女生容易為愛走天涯 其實也不見得 像那個開車三個半小時 從台東開始 為愛狂奔 對 為愛狂奔 其實她還做了另外一件事 讓我很感動 她認識我以後 她把她的名字改掉 不叫宋偉嗎 對 她本來是三個字 因為有老師說 她三個字會很花心 所以她把最後一個字拿掉 本來叫什麼 就是另外一個灰 三個字 她真的馬上 她就是護身事務所 把所有的證件全部改掉 她後來也沒有 再跟其他女生怎麼樣 應該沒有 這個滿難的 她下一個決心 她覺得她要把那些都砍掉 男人都希望桃花多 還有人希望不要桃花的 這很難 你也為愛走天涯過 對 其實你如果要布局 要把舊愛追回來 其實勢必要有一些犧牲 我那個時候就是因為 那時候在台灣的時候 跟高中的一個女生朋友 談得這樣如火如荼 最後被趕到美國去念書以後 然後就業以後 然後那個時候 在暑假回來以後 也是遇到她 還好不是同學會 但是就是一個舊朋友聚穿 就遇到我們那時候 高中同學的舊愛 就覺得好喜歡好喜歡她 然後那時候也願意跟她 想要跟她交往 但是她就跟你講說 你就在美國 我就在台灣那麼遠 基本上不可能 不可能這樣子 那個時候 我還在紐約工作 觀眾…想一半說不行 我這樣完全沒有辦法工作 因為每天整個腦子 想的都是她 所以我也可以理解 副校長那個60歲 心裡有聯誼的感覺 你知道嗎 因為你整個都沒辦法工作 整個想的都是她 後來我是真的 其實我們大家都對副校長很羨慕 60歲還會臉紅心跳 對 我是怕他有高血壓 真的 我夠會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不行… 我就毅然覺得說 我再也工作不下去 所以那時候就做一個決定 我把當時的工作辭掉 那是百萬年薪嗎 對 那個時候 至少有四五百萬台幣 然後那時候我就辭掉以後 然後在台灣找了一個 月薪六萬塊的工作 然後那時候找好以後 我就把那邊的那些 都處理完以後 就當場回來以後 那個時候因為他們家 離我住我們家很近 因為是高中同學 我就按他們家電鈴 然後就下來 Paul 你怎麼回來 你回來玩還是怎樣 我說 沒有 我說為了你 我這樣已經搬回來了 他就真的嚇一跳你知道嗎 他嚇一跳 可是沒有說 當場就說接受我 因為他知道我還是很喜歡他 他說Paul 那你給我三個月的時間 我們來試著約會看看 我覺得對 很好這樣 結果一會… 不約會還好 一會一會就知道說 原來距離才是美感你知道嗎 不是 對 那個時候覺得 天高皇帝人每天想的都是 他那時候在高中生的時候 拿個書包戴個眼鏡的樣子 就現在就已經開始說什麼 這個幾歲多少錢 然後這個吃飯多少錢 然後房貸 車貸什麼加起來 然後你到我家又多少錢 你為什麼要拒絕 美國的高薪來這個六萬 其實我的… 對 然後他還說 我的月薪比你還高 你幹嘛要那個所謂的 辭掉當時的工作 所以整個這個距離的美感 就在這三個月中消耗殆盡 所以還好有這個三個月的 事前的這個準備工作 後來發現說原來距離也是美感 舊愛不一定真的是最美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說 當很好朋友 比當成這個所謂的愛情人 還要好很多 所以那個時候就毅然決然 我們就分手 再了解一道 有時候朋友當朋友就好 當愛人不一定合適 年輕對不對 衝動的事情 總要幹個兩三箭 對不對 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 國瑜大會 好 問一下賴律師 如果要符合要注意一些 什麼法律條件 我講一下 就是說我有幾個提醒 其實像譬如說 詠欣姐她愛上的是一個 單親的家庭 那要注意有幾個 我們常常看到的情形 就是第一個 等一下先問一下詠欣姐 女兒是跟妳們一起住嗎 是 對 所以這個狀況就會 因為她的功課會更多 會比第一次婚姻更多的原因 是第一個 妳可能要理解她 妳的孩子跟 她跟前妻的關係 就是她媽媽的關係 然後妳的先生跟前妻的關係 因為會小孩一起討論 所以我們常常看到 個案在這裡頭 會想說 我到底是跟妳一家人 還是妳跟他們是一家人的 那個會 議題會很複雜 所以有 我曾經聽過一個案例 因為她離婚了 然後她跟他再婚 可是問題她的小孩才三歲 所以她 有時候回前妻那邊看小孩 前妻的家人就會講說 這麼晚妳就留下來過夜 然後她就覺得很不舒服 怎麼可以這樣 可是她前夫覺得 我又不會跟她怎樣 那是看小孩 可是妳知道這就很難調適 妳就很難知道 妳到底是跟誰睡 她會不知道 或者說 這個孩子如果是跟妳的先生睡 她發誓她跟妳小孩睡 是 就是那個障眼法很多 所以她的功課會很多 就是說 誰是一家人這件事情 會是一個功課 第二個就是 怎麼樣教養這個孩子 是妳的功課 第三個 她跟前妻要探視子女的時候 會是一個功課 那妳複合就是 像我們再回到講 離婚又再複合 如果是同一對的話 其實基本上會最大的功課 是第一個 妳要去討論 妳當時的離婚的議題 解決了沒有 妳們當時為什麼會走到離婚 當時的問題到底解決沒有 第二件事情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很多人就開始做婚前協議 就像剛才李昂老師說的 就會做婚前協議 為什麼 為第二次的分手 因為她有分手的經驗了 所以第二件事情 妳要準備